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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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那就端盘子嘛 那时候爸爸很生气 我选择这一块 端什么盘子 有出息吗 其实餐饮真的是这样子吗 不一定啊 不然像严长寿 江振成这些人是怎么来的 本系是通过 AACSB全球 管理教育品质认证的学校 那通过这个认证 其实是代表 你的教学品质 是受全球肯定的 那在毕业证书上 也会秀出这个AACSB的字样 那可以帮助学生 增加提高 他在全球的就业力 因为我觉得出国一直都是很多人的梦想 那如果可以借着学校的管道 然后成为一个学生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那我自己主要是住在宿舍 所以说很常就是日本朋友或韩国朋友 会一起来我们宿舍煮饭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吃到日本的菜 可以吃到韩国的菜 那我自己又是餐饮管理系 也会煮一些 那我们身上就是 有非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菜肴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我觉得帮助蛮大的 因为在学校学的话 就是模拟 像是这边这边旅馆的话 也是模拟柜台 不过在学校的经验 跟你实际上去职场 遇到真正的客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遇到的情况 是你在学校遇不到的 我觉得南台的老师真的很棒 他们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就是 我们专业上的知识 比如说现场的师傅 可能只能教我们技术 或者是这个东西怎么做 可是在老师的手里就不一样了 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的话 可以很有条有力的去告诉别人说 我们今天该怎么做 怎么做才是对的 老师就是会 我们做完东西 然后会帮我们看 然后跟我们说哪边要修改 然后会让我们更好 当上国手之后 就是因为不断的练习 然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做到 其实烘焙就是坚持吧 不要坚持下去才能做出更好的东西 然后也是一种我对烘焙的信仰 就是因为喜欢烘焙 所以才会投入这种产业 我记得我们班很有趣 就是一天到晚再喊说 我是一辈子的餐饮人 对 然后就觉得说 真的做一个餐饮人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志向跟过程 然后自然而然就一路走了快八年了 然后我想未来应该还是会走餐饮这条路 我担心如果不做餐饮的话 生活好像会变得很无聊 我是林蒂璇 我选择南台 我是文慧 我选择南台 我是刘恒林 我选择南台 我是秋昊 我选择南台 我是江嘉燕 我选择南台 我是郭芳婷 我选择南台 我是刘芳慈 我选择南台 南台才女子 欢迎你 Given your family 是女子 还愿意 是男就长了 剧 velvet 傍日 想变 εν养 建议 。